我相信在荧幕前面的你应该会有一个 BMW 的梦想 因为很多人心目中 一辈子一定要有一辆 BMW 但是 BMW 价格贵然后保养又贵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只是一个梦而已啦 我今天如果告诉你一辆二手的 BMW 可以卖到10万块以下 你可能会讲哎呀 车便宜又怎样维修也是贵 但是如果这辆车便宜 然后又免费维修你觉得怎么样 没有错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BMW F20 118i 这款车的年份其实还很新 重点是它还under BMW Malaysia 的五年我人地计划里面 所以你今天买到这款车的话 你可能还可以享有一个一两年 甚至是三年的免费维修 重点是它的价钱不会贵 很多人都可以负担得起 它可以说是可以完成你 BMW 梦想的一款好车 我们要讲的 F20 118i 呢 这个是小改款的车型呀 小改款的 F20 1系列是在2015年登陆过过 然后在2015年年尾的时候呢 BMW Malaysia 也引进了一款 采用这个 三汽缸 1.5 涡轮质量引擎的 118i 车型 这个车型它当时的售价大概是不到 19 万令吉呀 可以说是最便宜最便宜的 BMW 新车 而且还不包括这种经销商给的折扣哦 所以这款车其实是非常的划算的 然后在之后 BMW Malaysia 又推出了一个 118i M Sport 的版本 采用了这个 M Sport 的空力道件 M Sport 的轮圈 所以让它看起来 更为的运动化 这个 F20 118i 虽然说是 BMW 最便宜的车型 可是它的外观上面完全不会阳春 完全不会妥协 它的头灯组采用的是 LED 的设计 要知道在国外这个入门版的 BMW 车型 它给你的还是黄灯 但是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管你是什么等级的 BMW 都是给你 LED 的灯组 然后尾灯自然也是 LED 所以在外观看起来 这个 BMW 118 完全没有一点点这个阳春的气息 加上这个 M Sport 的空力套件 我个人是真的很喜欢这款车的 值得一提的是 上一代的一系列是后驱车型 而且它还是保有这个 BMW 的 50 50 完美配重 所以操控表现上面 它是超越当时的很多同级车款的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新一代的一系列变成前驱了 这个 BMW 118i 可能比较人吐槽的地方 就是它的 1.5 公升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这个引擎的代号是 B38 其实我们也很熟悉啦 在 BMW 很多的车款 还有 MINI 很多的车款都搭载这具引擎 为什么这具引擎是三气缸 因为它采用了模组化的设计 每一个气缸的排气量大概是 500cc 左右 所以 1.5 公升的排气量它只能有三个气缸 这具引擎的动力其实不会太差啦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36 HP 峰值扭力 220 Nm 匹配的是 8 速的后驱车排变速箱 0-100 有 8.9 秒 我曾经听过有人讲啊 你买 118i 可能你还是会被这个 Civic Turbo 搭包 这个可能是事实啦 但是我相信如果是操控表现来讲 这个 118i 还是出色一点的 而且这个 8 速自排变速箱是 ZF 的 开过 BMW 车款的人都知道啊 这个 BMW ZF 变速箱是神级的调教 它的进挡啊 推挡的司机抓得很好很完美 所以呢这个车款搭配这个变速箱 简直是完美 虽然它的动力表现和 2.0 涡轮增压引擎的 BMW 还是有一点点落差 但是我个人觉得给我的话是够用的 BMW 一系列的对手是 Mercedes A-Class 还有 Audi A3 先备车 这样的车型 可是可能当时在外观上这个 118i 它的设计会比较成熟稳重一点 它没有像是 A-Class 或者是 Audi A3 这样的时尚外观 所以在销量上面它是输给 A-Class 蛮多的 相比 A-Class 的二手价还是非常坚定 这个 118i 的二手价格可能就低了一点 我们上网去找了一下这个 BMW 118i 16年的车型 最便宜的 8 万多有了 如果年份比较新的 9 万多 10 万 其实这样的价格对很多人来说其实都是能够负担的 重点是这些车子的年份其实还蛮新的 所以你真的买回家 你不需要担心你要花很多钱去维修 重点是 因为 BMW Malaysia 提供了 5 年的 Free Service 这个 Free Service 呢 它一切的零件啊 消耗品等等都是 Free 的 当然可能有一些要给钱 这些我们可以建议你到 BMW Malaysia 的官网去查询 回到正题 这些车款像我说的它是 16 年 17 年甚至是 18 年的 118i 如果你买到这些年份的车款 而且前任车主还有回到 BMW Malaysia 的这个原厂去保养的话呢 就代表这些车还有 warranty 也就是说你把这辆车买回去 你只需要工期 打油 维修等等全部是 Free 的 最重要哦 它是 Free 的 当然啦 这个 BMW 118i 它的最大的强项就是它的操控 它有 50 50 配重 但是其实它也不是没有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空间比较小 因为它是后驱的车型 所以这个传动轴把这个 后座的空间吃掉了不少 再加上它这个长车头的设计啊 车厢空间被压缩了 所以你买这台车的话 它其实不是太适合做家庭车 第二点就是它的悬吊因为偏运动化的关系啊 所以是比较硬一点 你试试看在你老婆孩子 这个弹跳的悬吊应该会让你被骂到臭头 再来就是它的安全配备 其实这几年马来西亚市场的车款的配备进步非常的大 所以虽然这个 BMW 118i 是不久前的车型 但是实际上以它的定位来说它的安全配备已经算是落后的 它只有基本的溜气囊然后车身动态稳定系统等等 像是前方撞击易警啊 自动紧急刹车啊 这个车道偏移警示等等 它都是没有的 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啦 但是呢如果当时它有这些安全配备的话 我相信它也卖不到那么便宜的价格 最后呢 就是这台车 你买了之后 你能不能开很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台车 假设你买的是18年的车型 你还有两年到三年的Wallanty 但是你开过了这个两年三年之后 你的Wallanty完了之后 汽车的维修啊 更换零件等等费用 你就要自己给了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要负担这个维修费用呢 毕竟BMW还是一个豪华的品牌啊 所以它的这个维修费用会比一般的车款贵上一些 在Wallanty结束了之后 这个汽车的保养费用可能就是一个负担的 这个时候你当然可以选择继续开下去或者卖掉 但是呢这代表着 你的BMW你可能只开个两年三年你就要卖掉了 不过我相信很多人不在意 因为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对不对 这一期的影片我之所以会推荐这款车 其实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台车 我自己也很想买 所以我上网做了一些功课之后啊 我是觉得这款车其实还蛮符合我的需求的 先备车 很好的操控 然后动力表现还不错 所以我才会介绍给各位这款车 不知道 你们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种类型的好看二手车介绍影片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那么我们以后就会把这个系列继续下去 我是Ivan 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的所有的内容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还有多多留言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two 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